8月25日 台媒爆出汪小飞深夜与美女约会的画面 两人举止亲密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 汪小飞和一位美女在台吃路边摊 没有任何助理陪同 显然是非常重视这次的私密见面 两人选择了一个大排档作为约会地点 点了一些小汁和啤酒 边吃边聊很开心 汪小飞还不时给美女加菜 态度非常温柔 美女也很大方 接受了汪小飞的关心并没有拒绝 台媒趁机拍下了她们的正面照 并且暗示汪小飞已经与刘一同分手了 这次约会的对象是一个土生土壮的台媒 与之前的女友风格完全不同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位美女长得很像安以轩 五官精致 身材火辣 穿了一件黑色的细肩裙 气质相当出众 对此有网友表示 汪小飞的眼光变了 怕是喜欢安以轩式的美女了 两人吃完饭后就离开了大排档 期间还有网友发现 汪小飞右眼下方有一块鱼精 所以网友们分猜测 这是不是和大S有关 有人甚至引用台媒的说法 说这是大S找人打的 如今汪小飞在报新炼金 对此你怎么看呢